好,今天的東西要教的是三原色 第一個是光的三原色 由於人的眼睛構造的關係 只要三種顏色就可以組合出所有你看到的顏色 光源三原色 都是RGB,紅綠藍,RGB光的三原色 這三個顏色的光就可以組合出所有我看到的顏色 為什麼? 那是跟人的眼睛的構造有關係 人的眼睛的構造有個感狀細胞 還有一個椎狀細胞 感狀細胞可以在微弱的光線下就反應 可是它看不出顏色 所以在很暗很暗的房間裡 你可以看得見殷稀的人影的狀況 可是它沒有顏色 它沒有顏色 有顏色是椎狀細胞 它可以看得出顏色 它有細緻的閱讀啊 細緻的視覺啊 有閱讀啊 什麼之類的 可是它要比較強的光 才能夠反應 它就有所謂的感狀細胞跟椎狀細胞 這個是醫生的事情 我們就不要理它了 眼科醫生的事情 我們不理它 我們講的事情是 你的這個椎狀感 會感受顏色的椎狀細胞 有三種 分別主要是感受到紅色 綠色跟藍色 然後如果有紅光進到你的眼睛 你的紅色反應強 你就看到了所謂的紅色 可是呢 假如有個黃光進眼睛 那這什麼意思 就是紅色會有反應 綠色也會有反應 而且反應還差不多對不對 然後你就這個訊號到大腦 你就看到就是黃色 所以要你看到黃色有兩個方法 第一個方法 拿黃光照過去 看到黃色 第二個方法 讓紅光跟綠光 同時進到你的眼睛 然後兩個差不多 你的兩個紅光跟綠光 同時有反應 然後出去就變成什麼顏色 大腦就說它叫做黃色 大家叫黃色 所以為什麼 RGB三個東西 就可以組合出所有你看到的顏色 這是因為 我們現在就剩三個 我們現在就剩三個 用這個方法來知道說 它會看到什麼樣的顏色 所以 所有的顏色 RGB三個顏色 都進到你的大腦以後 你的大腦就會看到什麼顏色 白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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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像這樣 RGB 紅色加綠色會變成黃色 紅色加藍色會變成陽紅 有人說紫色 綠色加藍色會變成青色 全部混在一起會變成白色 什麼都跟類似的原因 都會提到它 所以 彩所有會發出光的 你讓你能夠看到彩色的 基本上 基本上就是這樣的 三個 以前廣告上說說它什麼 三槍什麼什麼 就這樣就這個意思 有三個顏色 組合出所有的顏色 會發光的時候 三個顏色 可是這裡面會有一個 你們在視覺藝術會唸過的東西 什麼色相啊 明度啊 彩度的問題 這個 理化課通通都沒有 我們的紅就是百分之一百的紅 我們的綠就是百分之一百的綠 我們來百分之一百的藍 沒有那個什麼彩度明度 沒有那個問題 考試也沒有這個問題 我們百分之一百的吸收 百分之一百的反射 現實生活不是這樣 現實不是這樣 但是我們這樣這樣做 沒有考慮這個問題差別 OK 這邊有一個藍老師 王老師的動畫 好 這邊 暗示裡有五顆球 暗示裡有五顆球 大家請你從左邊唸到右邊 你告訴我那個球什麼顏色 我先開紅燈 長這樣 開紅燈長這樣 我開綠燈 長這樣 我開藍燈 長這樣 藍燈長這樣 啊 請問你 那五個球 從左邊唸到右邊 各式什麼顏色 我再看一次 紅燈 紅燈 綠燈 藍燈 然後你從 左邊數到右邊 會是什麼顏色 來 我要換男生了對不對 男生 男生 他好了 他點過了 你也點過啊 沒有關係啊 你也 老子 笑 紅紅 紅色 紅綠藍 變長 我現在切不過去 藍燈起來 你答案 白紅綠藍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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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坐 答案 白紅綠藍黑 知道為什麼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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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剛剛跟你講過了,我們的考試都是百分之一百的紅,百分之一百的綠,百分之一百的藍,就這個255啊,你們電腦有學過那個255色,然後全彩就是255,不是那個,可是它不見得是這樣,不見得是這樣,比如說,我現在的紅光,紅光,可是我可能只有這麼的紅,我只有這麼多的紅, 比如說我的綠,只有這麼多的綠,我如果是全部的綠,就是黃嘛,對不對,可是我可能沒有全部啊,可能沒有全部,就沒有那麼黃啊,這個東西我們國中都當作不存在,我們就是百分之一百的紅,百分之一百的綠,百分之一百的藍,完全吸收,完全反射,沒有其他別的問題,考試就這樣考,OK,就是我們的,有關於, 我們的那個,我們的那個,我們的那個,王老師的動畫的部分,有問題了嗎,有問題了嗎,有問題了嗎,沒有,很好